小病只冲大医院确定涨价了 衛福部18号公布门诊跟急诊部分负担 4月15号将开始调账 新规定实施后 民众如果未经转诊到医学中心看诊 门诊部分负担多付60元 急诊减伤分类3到5级的轻症病人 部分负担由450元涨到550元调高100元 一二级则不变 面对涨价民众表示支持 认为应该落实分级医疗 才不会让真正需要的病患苦无资源 我觉得是长这个费用其实是有必要的 因为其实像如果你小病去那种 小诊所就可以 如果大的有急迫需求 再去大医院会比较好 这样也比较不会浪费社会资源 预计3月各大医院跟诊所 也即将使用电子转诊资讯交换平台 只要接获需要转诊 就立即开出电子转诊单 启动医视人员沟通平台 提前联系管号行政人员 护理师和医师获得转诊结果 我们很希望开立转诊单的诊所或地区医院 能够确实的帮民众做一个分辨 就是他应该转诊的科别 除了民众持着一张纸张的转诊单以外 这个资讯也很快透过我们的转诊平台 PASS到我们的转诊医院去 不过台湾原住民医学学会建议 调长部分负担费用应该排除原住民身份 比照目前荣民荣眷抗病全面 保障原住民族社会医疗权益 健保署回应门诊跟急诊部分负担费用调账 若要排除原住民 提出必须中央播一笔预算才能实施 等于否决台湾原住民医学学会提出的建议 记得老爸把号 纳布打Q台北市桃园复兴采访报导